这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那么珍贵吗 为什么只有母牛身上有 这块肉很特别 牛身上只有一块 还必须得是母牛 Zither Harp 启动 锅中放油 火锅底料 火锅底料炒出红油 大葱 酸菜 放牛 青红椒 来一勺水 开始下调味料 生抽 蚝油 胡椒粉 盐 白糖 米酒 花椒油 大火蒙少 出锅 来点葱花香菜 搞定 怎么样 看起来像回事吧 来 这个东西 咱们先尝 再下饭这个 最近怎么做的都是甜头的 这么符合我的口味 五花肉吧 不是五花肉 是牛肉 金头棒的 好吃吧 很好吃 很有嚼劲 拼着也尝过 都饿了 是啊 我也饿了 现在吃会挑的 先挑酸菜吃 酸菜好吃啊 一举 一举吧 牛 那肯定牛啊 多吃点肉 还有我以过的 哇 我之前吃尾子 第二次吃 第二次吃 哇 这个真的好好吃 最近两次飞哥 做的都是偏甜口的 有心了飞哥 嗯 对 来 多吃点肉 嗯 嗯 好吃吧 嗯 嗯 嗯 怎么了 我不知道 老是问我好不好吃 肯定好吃 让我多吃一点 问多了 怎么感觉就怪怪的 这个牛肉 还跟以往那个不一样 它是特殊部位 所以很贵 一头牛身上只能出来半斤 对 金头八脑嘛 这是一半肥一半瘦 因为牛肉很少出肥的 你知道吧 啊 这个肉特别的贵 多少钱 半斤九十八 贵吧 这么贵 是啊 所以为啥就是做给你吃的嘛 因为之前我们吃过了 就想着你没吃 嗯 所以对吧 确实这个 好惊艳 这味道让我第一次吃这个东西 这味道又让我很惊艳 知不知道你真贵 那肯定真贵啊 而且啊 这种肉 只有母牛身上有 公牛身上是没有的 但是公牛身上也有 怎么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才贵嘛 那嚼起来就是 感觉嚼着筋 对啊 筋中带有瘦肉的感觉 嗯 肥哥这个 刀工真是可以 没得说没得说的 我又切不吃这样的行动 还挺烈 这菜给我做我就不会做 就肥哥会做 看他视频啊你就不会做了 看他视频我也不会 对啊 他老是偷偷把扇机关了 还加点什么佐料的 第一次吃这样的肉啊 对啊 我是没想到这个竟然 这么好吃 搞不好吃不重要 重要是贵 对 真贵 这是半斤90多 除了是下血本 这还要下血本呢 不只是它贵啊 主要是菜市场这个东西呢 太缺了 就少呗 多吃点 嗯 就已经算是我吃的最多的了 我第一次把一个馍给吃完了 赶紧说吧 这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那么珍贵吗 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母牛身上有 哦 我好想 知道了 这是那个 牛X 味确实 还可以 我真的以为这是牛筋什么的 还要属于牛筋 你怎么又叫了一个这么玩意儿 我好恶心 我靠 我说你们怎么 我们也吃 我们也吃 但我感觉大部分都是我吃的 就你们都吃酸菜啊那些的 那肉一直都是 基本上70%都是我吃的 突然感觉一股骚的 不是 突然感觉一股腥味我靠 这就是啥飞哥 你给他200他立马就觉得香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不吃我不吃 你别给 我给你打个共状 哈哈哈哈哈哈 玩的吃了那么多了 飞哥 再跟他该打 好了 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 也订阅点击一个赞 我们是 很好兄弟 再见 拜拜